米南人 米南人总能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喷调出最自然的鲜味 对于他们而言 所有的海鲜全部经过精挑细选 只需要加点酱油 就能够芳香四溢 大概只有吃过米菜才会明白 什么叫鲜的没有道理 而如今在东京 也能尝到正宗的米南菜了 我是来自福建湖州的 我叫沪中华 这个我们采用的是海蛮 日语叫哈姆 然后用这个酒量 酒量哪个 这个酒量就是绍兴酒 做青红酒提取完的酒量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调味品 油温稍微高一点 大概我们这油温要掌握到六层这样油温 下锅炸的口感会更好 这道菜在福建 可以说 饭酒器啊什么 大家都必须要上了一道菜 现在在日在日本这些就是说 懂得这道美食的人年龄大概都是在五十岁左右的 所以说这道菜上的时候 也是帮大家解了一种一种香醋 所以说这道菜 其实挺讲究的 大家对这道期待啊 期待值啊非常高的 好了 油温加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是一道比较传统的名菜 叫大招蚂蚁 采用的是海蚂蚁 日语叫海蚂蚁 用的调味料是比较传统的 特殊的 叫酒量 然后这个酒量呢 我们要给它用那个搅拌机 给它搞碎之后 然后淹入这个新鲜的芒女 淹一个晚上之后 然后用这个脆皮肤炸出来的 制作方法很简单 这道菜作为 在中国的老花牆 是非常向往的一道香醋菜 这份来自福建的情怀 三千里山海蜂蜀入菜肴 由内而外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今后也将会被更多其他国家 所喜欢和接受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令人ço散经 加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